气候高温炎热 全球各地陆续出现干旱现象 东原董事长邱纯芝不担心缺水 反而比较在意缺工跟缺电 被问到中国厂区是否受限电影响 邱纯芝表示 目前都有建制太阳能发电与除能系统来因应 对于延宕近一年未完工的印度厂建厂进度 邱纯芝说会在今年底完工 也将扩大在印度的生产布局 经过了这段时间 我觉得台湾的厂商可能更加的体会到说 印度会是一个必须要去前进的基地 那我觉得幸好我们算是走得早 那我们现在要扩大的 其实就是东南亚跟印度 所以东南亚跟印度的整个生产的布局 应该就会想办法把它扩大 目前东原生产布局在欧洲 中国台湾比重各三分之一 印度厂预计在今年底完工量产 初步生产工业用马达 后续将与韩国车厂合作推出电动车 在节能减碳方面 东原打造低碳智慧工厂 能应用在智慧仓流管理系统 并设计出及时性路径自动规划 超高频的一个定位计算点 它能够locate到每一台减货叉车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定位的一个空间 一个位置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导路 可以平均提升减货人员 大约三成的一个效率 跟人员相关的工程业绩出来 那这个金额都会 都会蛮可观的 对 所以我们今年 营收跟获利 都有两位数生长的机会 希望吧 希望 本业啦 本业 本业到目前为止 大概都有维持这样的一个对准 另外 在电动巴士和电动货卡进展方面 邱淳之表示 将按照计划进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文木尔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本业